幻灯片 今天在《老子道德经》这里面 是有讲到反战这方面的 为什么那些解脱者 都是相同的 都是反战的 老子如此 耶稣如此 佛陀更是如此 都是反战的 那么要慢慢去体会 今天我们也用一些幻灯片 来让大家看 我们这个没有指涉 任何一个军人军队 没有指涉这些 而是说让大家 我们站在借助一些境界 让大家来看客观的看 了解这样而已 那你看这是代表军人 军人他是这样 他们的光荣就是认为说 能够从军报国 能够这样为国效忠 所以你看就一生荣马 终生国家 这是军人他们那种 什么效忠 效忠那种展现 所以对军人来讲 这是他们的光荣 这样是不错 但是我们要知道 这样的那种思想 这样的观念 带给这个世间的是怎么样 我们要超越国家的立场来看 我们要超越国家 超越种族 超越中派这些立场来看 好 你看一生荣马 终生国家 那你看军人 他是代表就是要作战 要战争 战争他就是很残酷的 他就是到处就是破坏 杀伤 不管你用的是什么样的名义 只要有战争 就一定是战乱不断 所以你看冰者不响之气 军队的武器 大家在赞叹 这个艰丹科技 战俘寻一辉弹很厉害 那要知道 这些对这个世间的杀伤力 你看致命武器大泪杀 军队所到之处 这个世间就怎么样 战祸连连 战火不停 所以战争军队就是这样 不断的引起这世间的 这就是战火 战争就是战火 反正这个战火 你看 就是要有人来扑 来扑妹 所以你看 战争军队所过之处 所到之处 战乱所到之处 你看就是这样 化成会须 断远禅笔 所以你看这些风火 还是风火连三月 有没有 就是这样 这边火都还在燃烧 然后经过之处 就是变成会须 尸体 死亡 所以你看 断远禅壁 这就是人类战争 所导致 家园残破 流离失所 你看到处就是这样 难民 这就是人类从二元对立的思想 一直慢慢的演变这样 从小伙二元对立慢慢的一直演变到 国与国之间的战争 宗教与宗教之间的战争 而导致人类历史就像一部战争事 而这战争所到之处就是这样 所以老子就讲 大战之后必有凶连 战争所带来的就是死亡 废墟 就是这样 废墟 就战火 战火这样烧过 连死人也不放过 这些都是前段期间才拍到 所以你看战争所到之处就是这样 战火之后就必有凶连 所以当你这样引以为荣的时候 你能不能看到背后 所带来给这个世间的到底是怎么样的后果 所以为什么那些解脱者 那些智慧者 他们是反战 但是众生如果没有去看到这些的话 你就是这样强调 忠爱 你没有超越二元对立的话 你尽忠于某方面 但是我们就像说了 关公关羽 他很对刘备来讲 他是非常宗的一个大将 对不对 但是你要知道 对另外一方来讲 关公是他们的什么 杀人魔王 那你看你的宗是有选择对象的 你有没有看到全体 你的宗是为刘备而终 所以佛陀 以及那些解脱者 都是要我们去超越这些 那种狭小二元对立的那种宗爱 那个都会导致很多的冲突 所以你看 你的宗爱结果是怎么样呢 你用青春岁月换来的是 枯木干枯的世间 包括自己的生命也是走上 这样 所以你是用生命 然后去换来这样的后果 到最后就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老子 那些解脱者他们反战 不是他们贪生怕死 而是看到众生 你这样作为到最后就是这样 这世间战祸连连 而到最后自己也是这样 所以众生 钟爱 然后不管你是爱的是什么 有的爱灵 有的爱力 有的爱什么 但是如果你没有超越二元对立的话 到后来 你都是在这个六道里面 都是这样 头出头末 所以佛陀希望我们能够处理六道轮违 你要超越所有二元对立 老子也是把这个事情看得很清楚 所以你看 这些都是值得我慢慢去体会 那你看 哪一种战祸连连 那一种 如果二元对立的那种 钟爱的情况之下 到最后除了战祸以外 最后就是这样 黄土一堆 荒种一堆 所以有一句话就是说 古今将相今何在 再来呢 荒种一堆草莫了 就是这样 荒种一堆 所以战争 不管你是用什么名义 来作战 战争导致给这个世间的 就是如此的荒种一堆 这就是荒种一堆 在你的黄土上面 由于你的牺牲奉献 由于你的有机回料 所以这些他们就长出来 所以我们要慢慢去体会 真的要超越二元对立 要把战争 这些要静下来好好去体会 大人的内心世界 这么样的复杂 冲突不断 小孩子的纯真 所以老子希望我们 能够回到那种反扑归真 真的战争就是导致 生灵涂炭 人类都是希望能够和平安定 所以包括佛陀 耶稣老子 他们都是希望我们 看清这个世间的实相 了悟生死大事 你看包括佛陀 都是希望我们能够去聊这些世间的实相 但是当带你来这里看的时候 你怎么样呢 带你来这里看的时候 你没有去聊这些实相 你还看 哦 这啊 这是报什么明白 你还来这里看 哦 所以真的 梦啊包也咬起 就是要去求明白 你来这里不是要聊生死大事 是要呢 看这是要怎么排列组合呢 要求你的要的 哦 所以哦 你看 我们众生 你就踩在大地上 就浸泡在空里面 你就坐在 道的怀抱中 你就浸泡在道之中 但是道呢 上帝呢 被你踩踏在脚底下 而众生却不断地追逐各种欲望 然后呢 你看哦 你就跪在这个道之上 你就跪在这个上帝的身上 但是你啊 又一直在心外去求法 去拜啊 不断地祈求啊 因为你不知道 家在哪里啊 你不知道如何安息心啊 这就是一直在心外求啊 所以 所以你看 不管你怎么求 你的心如果不安的话 你都一直在向心外在求 偶像的这些 你看啊 这些偶像 众生 像我们今天晚上有画出来啊 众生体会不到那种 法界大自然对我们重要 然后就是这样 不断地在各种偶像上面拜啊 拜啊 拜啊 但是真正对我们最重要的 大家却都很忽略 佛陀本来就是要协助我们回归法界 老子也是要协助我们回归法界 耶稣更是如此 但是众生不能没办法了解到他们所指引的那个月亮 看不到那个月亮 然后没多久又变成执着在这个身上 就变成又来到见子不见月 那你看众生就又是雕塑出一个偶像理想化的佛陀 那真正那些解脱者呢 真正那些阿罗汉呢 却是脱空波啦 那众生就是这样啦 把他达三千块在这里而已 那众生就是要去那些 那些赠金心啦 很厉害的 讲到功德啦 多大 那众生在那里拜拜才会这样 或是拜一些很会装金身啦 这种多庄严啦 众生在那里在拜 那这很朴实的那就是这样 脱空波啊 还有啊 人家是门庭若氏啊 这些阿罗汉解脱者他们的人是怎么样 门可罗雀啊 门可罗雀啊 所以你看一跤就给放晒啊 所以真的你要慢慢去体会到 什么叫做众生在颠倒梦想的世界啊 耶稣要协助大家回归法界 耶稣要协助大家解脱自在 但是当他讲出真理实相之后 因为跟一般的宗教师是背道而驰的 跟一般要发展宗教事业的宗教师是背道而驰 所以他不容于这个世间 所以耶稣为了救度众生 然后却被众生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为什么老子的道 道是什么呢 两千多年来还是很少人去体会到老子所讲的道是什么 耶稣一直希望回归大家能够去找到上帝什么 但是当你把上帝变成宗教信仰的时候 你又不知道上帝是什么 佛陀希望我们回归法界这些法柱法界 这些法不是我佛陀所创造所发表 这是法本来就法如是回归法界 回到自一子法一子 但是众生还是看不到道 好 那我们就来跟大家介绍道是什么 道在哪里 道在这里 看到了吗 知道吗 那你看 这是日出啊 这个没什么啊 你慢慢看 上帝就在这里啊 道就在这里啊 这整个的展现都是道的展现啊 都是道的展现啊 道在哪里 在这里啊 整个都是啊 你以为哦 那漂亮的闻出来 金光闯闯滚很厉害啊 它再怎么样金光闪闪不会比太阳出来 更光亮更厉害 这是真的道的展现 真的道的应用 如果要说 这是真的上帝的化身的展现 那你看哦 有没有 放光啊 有没有 在电塔那里放光 要拍摄到这个也是要因缘俱组 这个会放光的电塔呢 表示说哇 真的啊 太阳啊 它真的把那个能源 生命能源 每天啊 那无条件 无所求的来供养我们 知道吗 但是 真正的电的能源 我们不知道感恩啊 不把你收钱 你都不知道什么重要啊 台电的啊 把你收钱 你感觉哦 我呢 嘿 我是用钱买的 我很 很行 所以 大家要看到哦 真正的道是 无名 而且又是那么的朴实啊 所以你看哦 道就在这里啊 看到了吗 你就浸泡在整个道之中 你也坐在道的上面 你就浸泡在这里面 慢慢去看 慢慢去体会 你要到哪里去找到 好 好 那我们现在有几张 也是前段期间拍摄到的 这个哦 我们后边这几张我们来看一下 很精彩哦 好 我们现在就说 这整个道哦 整个法界就像 母爱 母亲 有没有 天地就像父母 好 那这个天地父母是怎么样呢 他 养育的 一切的众生 以前我们在讲阿罕解脱道的时候 我们有播放一张那个 love you forever 有没有 那张不是有一位那个母亲 然后怀抱着小孩吗 我们这里刚好可以看到 嘿 我们来看哦 这个就像 母爱 天地父母 真的就是这样养育的众生 就像这个是身体 那你看哦 这个就是美人山 美人山哦 我们上次在金山那边禅修的时候 刚好有人介绍 那个美人山 真的一看 就在房间的时候 大家仔细看哦 来 这里是下巴 有没有 然后再来上面这里是嘴巴 再来这是鼻子 这里是睫毛 这是额头 这是他的秀法哦 这样长长的披在大地上 他是躺在地上哦 仰握 仰握 然后他的秀法哦 这样拉这样 有没有 所以你看他的鼻子还蛮蛮蛮不错 蛮清晰的哦 还有嘴巴 有没有 这些啊 嘴巴鼻子 睫毛额头 秀法 下巴 所以你看哦 好 那这个就像他的头 这是身体 好 你看哦 这身体 那这个是什么 母亲怀抱中的小孩 有没有 这些小孩趴在 趴在妈妈的身上肚子啊 有没有看到 就像个小孩子趴在这上面 好 所以整个大地就像 慈想的妈妈 那长养的一切的 这些动物植物 就算你修行 你再怎么神通广大 你都是这个大地母爱中的小孩 知道吗 好 那你看哦 你再继续看 那这个 慈想的母亲呢 天地呢 就像 一方面 把一方面 养育着小孩子 然后又让小孩子 在黑夜之中呢 安详的 休息 睡觉 所以 这是真正的月亮 真正的月亮 这是整个大地 然后 这些 天地父母中的小孩子呢 就在这父母的怀抱中 休息 好 天渐渐亮了 天渐渐亮了 所以你看 看得越清楚 这是父母怀抱中的小孩 你看哦 这个有没有 这是头部嘛 然后这是身体嘛 父母怀抱中的小孩 那你看哦 众生不知道好好去感恩 忘恩 然后我们又不断的在怎么样 制造垃圾啊 然后这样 一直在蹂躏 糟蹋这个大地啊 然后在哪 我慢我是我能啊 有没有 然后 又要到处去找 我的家在哪里 涅槃界的家在哪里 那你看 那你看 当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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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亮亮之后呢 那你看 这个 这是一幅 叫做美人望月 有没有 这是那个美人山的静看哦 这是他的下巴 这是嘴巴 这是鼻子 这是睫毛 有没有 这是额头 这是他的秀法 这是月亮在这里 真的月亮哦 所以这构成一幅美人望月这样 然后他还戴耳环 来我们再来看神秘中的美人山 有没有 就像那个一层薄膜的薄纱这样 这样更像哦 你看这个睫毛啊 有没有 所以我们看看法界的这种奥妙 来再看下一张 有没有 整个下巴 鼻子 睫毛 额头 秀法 所以大地 你看整个法界展现出来是这么的奥妙 整个法界展现出来就是像慈爱的父母 然后养育着一切众生 所以你说道在哪里 在这里 道就在这里啊 要慢慢去看啊 你以前看这个都没有什么啊 但是你要知道啊 你看众生哦 就是浸泡在这整个天地的养育啊 知道吗 你再怎么行再怎么能 你就算修行什么大法王大法师 你还是一样都要靠整个天地的养育 就算你 能够当做行政院长当总统 还是一样都是需要整个大自然天地的养育啊 所以我们要慢慢去体会 道在哪里 道在这里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道 这也有很多道名啊 道古啊 是真的整个道的展现 这就是整个道的展现啊 所以你要到哪里去找净土 要到哪里去找道 如果你找不到道哦 你到乡下田野去找这些道 慢慢去看 你就找到了 如果你真的找到的话 哇 你就怎样 滑开见火物无生 了物生死大事 你就会来到真的 体道悟道而行道 才会真正的得道 而与道合一 融入不生不死的世界啊 好 我们上课就到此 休息